五顏六色的魚類在海中悠遊 還有畫面壯觀的小魚群穿梭在其中 而他們的家是鋼鐵製成的魚膠 另外還有用廢棄軍艦爆破的船體 打造的人工魚膠 在二十年後首度公開 轟然一聲巨響 海上軍艦冒出陣陣白煙 這是二零零一年十月 岳陽艦在花蓮外海爆破的情況 當時的岳陽艦在海面下成為 魚兒悠遊的樂園場景首度公開 海洋志工特別潛入二十九米探測 穿梯的欄杆 甲板等結構都還能清楚辨認 上頭還布滿藻類和珊瑚礁 軍艦礁它是一個整體化的時候 有辦法在鑽洞 在裡面的層層的甲板上面來鑽來鑽去 它比較有距離性跟互漁性的效果 同樣奉獻給海洋生態的 還有退役的軍艦大銅艦 在二零零二年爆破後被放置在海底 但目前已經不太完整 還有被漁網漁線纏住的情況 我們都會去第一時間趕快去把它搶救 因為我們最近的成果蠻不錯 以CTP來講有很多像海龜 也回復到我們這裡來了 軍艦船體製成的魚膠成為亮點 但用鋼鐵組裝的人工魚膠 因為整塊投放珊瑚生態更完整豐富 我們要把它這個成立一個保護區 讓我們這個海洋的這些底漆魚類 跟生物能夠有一個屁股的場所 睽違二十年首度公開用廢棄船艦打造的魚膠 成就了花蓮美麗的海底樂園 成立新聞呂院張惠敏花蓮報導